我就是我的财务全 我就是这里 大家好 我是小猪 急性子的人一般不是在行动中 就是在采取行动的路上 要是让他们安安静静的待着 放任事情自有发展 可能比让他们在跑步机上不停跑步还要难受 在鬼迷之刃中 就有几位拥有急性子的人 他们总是闲不下来 充分利用时间 要么是在锻炼自己 要么是在完成任务 除非是受伤到不能动的程度了 否则他们绝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是谁吗 第一位嘴瓶一只猪 一只猪是在山中长大的孩子 经常用一个野猪头套挡住漂亮的脸庞 嘴里还喜欢喊着猪突猛进 根本陷不下来 他在通过滕西山的鬼杀队靠河之后 连无资都没有领取 就匆匆的离开了 在与探治郎等人的相处中 可以看出一只猪其实不太多人情事故 他都是依照着自己的本能在行动 但在得知自己需要做的事情后 他会在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一点都不托泥带水 然后是不死穿兄弟 弟弟不死穿玄迷和探治郎等人 是一同通过滕西山的考验的 玄迷看起来一副凶恶的样子 考完之后只想快点拿到鬼杀队的装备 性格急躁的他 一言不合就容易与别人动手 其实玄迷暴躁 是因为对自己没有杀鬼天赋 导致自己无法尽快地站在哥哥身边引起的 他本身是个努力坚强善良的好孩子 哥哥不死穿石密的性格 与弟弟有些相似 因为脸上有疤痕 浑身一部门伤痕 加上暴躁一怒的性格 往往会给人留下不好的第一印象 因为自身的遭遇 石密对鬼抱有着超过常人的敌意 因为迷豆子是鬼的缘故 他在第一时间就表示 自己反对探治郎兄妹加入鬼杀队 但迷豆子抵挡住了他鲜血的诱惑 展现出了与其他鬼不同的一面 选民才承认了他的资格 第四位是电影兴术狼 兴术狼就像一团在猛烈燃烧的火焰一样 带给周围人热情和温暖 性格乐天的他声音洪亮 热情如火 虽然不太听人说话 但却拥有出色的领导力和判断力 兴术狼也是嫌不下来的人 就算在吃饭的时候 有想要说的话 也会居居居居地说出来 在行动上更是果断而迅速 不愧是被称为大哥的人 第五位钢铁种营 钢铁种营是炭治郎的断刀人 他非常在乎自己锻造的刀具 而炭治郎却三番无词地弄断 或弄丢他锻造的日轮刀 所以钢铁种营在追杀炭治郎的时候 斜在的菜刀会越来越多 钢铁种营性格死板 也不听别人说话 自顾自的讲话 却不善表达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却有堪称恐怖的精神集中力 在断刀时及时受得重伤 也不会分心察觉到周围的动情 因为他的这种性格 37岁了还没有人愿意和他结婚 以上就是鬼灭中的 五个拥有极性子的人 如果有其他补充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里留言哦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订阅点赞支持小小猪哦 爱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